现在脂肪肝的发病率变得越来越高,主要是这患者肝脏中含有的脂肪量太高,没有及时的排出体外肝。 脂肪肝主要分为轻度、中度和重度,中度的脂肪肝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危害。 中度脂肪肝的危害有哪些? 1. 损伤消化系统 身体中的胃部、肝脏、肠道,胆都是最重要的消化器官。 身体所受入的糖类、脂肪、蛋白质都是需要肝脏来进行合成,然后被身体充分的利用。 脂肪肝患者就是因为肝脏功能受到了损伤,从而影响了胃、肠、皮的健康和消化功能加重了病情。 二又八或者加重糖尿病,当患上脂肪肝时会导致身体中的代谢出现失调,从而加重了糖代谢的失调。 大多数脂肪肝患者会伴随着糖尿病的情况,另外脂肪肝也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和关心病。 中度脂肪肝如何调理? 一,控制饮食,摄入不高的热量就会增加体重,增多了脂肪的合成,从而加快了肝脏里面脂肪的病性。 所以患者要合理的饮食,可以选择蛋类、鱼类、瘦肉以及蔬菜等,能够有效地分解肝脏里面的脂肪。 另外高纤维素的食物能够增加饱腹感,从而控制了血脂和血糖,防止了营养过剩。 二,适当的饮水,患者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2000毫升以上,尽量选择矿泉水、白开水,以及清淡的茶叶水。 千万不能使用饮料、咖啡来代替白开水,尤其是对于营养过剩的脂肪肝患者来说,吃饭前20分钟喝水能够增加胃部的保障感,从而降低了食欲,有利于减肥。 三,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,脂肪肝患者要合理地搭配三大营养素,要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,适当的摄入糖类和脂肪,需要注意的是脂肪肝患者,要以低脂肪饮食为宜,尽量选择植物性的脂肪比如菜籽油、橄榄油、茶油,尽量少吃一些饱和脂肪酸比如奶油、黄油、羊油、牛油、猪油。 同时也不能吃一些含糖量过高的食物比如糖果、冰淇淋、高糖糕点。 温馨提示,中度脂肪肝患者要积极地配合医生。 除了使用药物之外,也应该注意饮食上的护理。 多参加体育锻炼、控制体重,这样才能够加快脂肪。 在身体里面的分解,多吃一些含有萨石纤维的食物。 这类食物可以增加身体饱腹感,促进倒便排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